尤其在这个阶段来说 确实没有那么开心 我们拿个奖 然后呢 就比如说好 现在你是票房最后票房 然后立了演员 然后呢 就是你要得到大家的认可 大家认可的 然后呢 我说在山尖上担任的 唯一能做的就是原地踏步 让自己别再掉下去 在其他还有什么东西 对 佛导演 欢迎 你好 佛导您好 感谢您也让我受到很多的思考 好 看看今天 佛导您好 我想问一下 您的演技真的非常喜欢 非常喜欢 一首小戏就一首 一首小戏 对你来说这个演戏 它是什么呢 它现在是什么呢 还是一个爱好 还是一个欲望 这个对 这个就是前一战的 我自己给自己提出的问题 也就是说 15年的时候为什么就停下了 为什么要拍这个戏也是 当时间长了以后 你会有点茫然 不知道 就是你就再接一个戏的 根本原因是什么 是为了向大家证明 我依然是个好演员 还是证明我还能拿个奖 或者是为了那点抽筋 这个可能慢慢时间长了 可能就是都不足以支撑起来 自己的这个性能感 所以说也就是几年前 停掉了所有的戏 然后开始满成这个剧文 开始努力做这个戏 其实就是希望 然后重新找到一些性能感 这个电影其实比较庞杂 它里边用的是马进这个人物 它享受了人生中 从来没享受过的 满足感 成功感 成就感 我们现在所有人的欲望 都会不小 你要飞快各场时代 就是您一开始就是说去演的 这种人物形象 都是比较真实 让大家都觉得有共鸣感 但其实随着您自己的成功 您已经越来越远离那种状态了 慢慢的演戏可能反而变成一个 扮演一个这样的角色 你会有种感受吗 你无论怎么演 它都会带有自身的一些东西 那同时也有 角色本身给你赋予的一些属性 我也感谢之前 在从事这个职业之前 我做了种种工作 在社会上 摸发滚打也好 唱歌曲 天哪海北也好 就真的假的 好的坏的 丑的 善良的 丑恶的 你都见过 真正的愤怒是什么样的 震荡痛苦是什么样的 他的以后的表演帮助会有很大 因为你 不是观察过 而是感受过 其实这边 我们一开始拍第一个戏的时候 今天那时候管我问的时候 说是哎呦 是你现在这个 很轻色的 能不能够在 这真的 这是成功演员演出来 嗯 说是真是 多留一会儿 被丢我们还怎么回事 我当时不知道 我是这个什么丢的 什么可自然就带着呢 时间慢慢慢慢 就会把这些东西 成为生产的 上场 上场足了啊 大力儿 足了 但是不要忘了 时间 同时慢慢慢慢 又往你身体里边 装载了其他的东西 人都在生产 时间也在变化 你为什么要拒绝呢 这些年同时的成长 慢慢也会变成你的能量 变成你以后的依据 跟素材 嗯 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们平台 都是这个18到30岁的 一线和二线城市的 这种年轻人 嗯 他们不再很安于自己的生活 他们都有很多的欲望 嗯 所以有很多的迷茫感 嗯 他们又想做自己 我要做自己 我不要被这个社会抹平乱脚 那一块他们又觉得 好像通往成功的 需要付出很多的自己 嗯 就是 就这样从我觉得 明天都有谈到 嗯 那您能给这些年轻人 每一个什么样的建议 让一个依然在迷茫的人 告诉另外一群在迷茫的人 分享就是同伴式的经验吧 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能够 别的问题 别的问题 别的问题是世界都没解决的 我觉得可能 我们只能去探讨它 什么解决的办法 真的是 我也在寻找 嗯 目前能够感受到的就是 我是 对自己的欲望管理 欲望管理并不是说 你管理好了以后 你就富足了 你就怎么样 我觉得 就是自己把你的喜悦感 跟满足感 会比现在更多一些 嗯 嗯 我们这根源 痛苦的根源 女神的手伸过来 嗯 嗯 对 其实我觉得能够解决好的 那如果生活不给这样的奖励呢 嗯 管理的欲望 那个奖励是自然而然来的 它是一个平衡的东西 嗯 嗯 这个东西不是说奖励 好 我现在我听你的啊 我这样弄完了 回头你再给我啊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 我现在期待的 我现在期待 我们去旅游开房间 我期待的是一个豪华的海景大套房 嗯 打一打开一看 房子不错 但不是海景 我天天我这一天我都有点痛苦 跟我说的是 跟我说海景大套房 在对面是一堵墙 对面是个楼 你就整个你就会 这个旅行就毁了 你就难受 小利子嘛 这就算是这样 就你的预期跟你的欲望 嗯 跟到最后得到的那个差距 越小 你可能痛苦越小 嗯 我没有问题吗 好 谢谢 跟搞心理学的这个聊天 太吓人了